Hello 大家好 我是Edison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古典乐事 试完早前我看到一篇访问 就是关于应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 亚军得主来自日本的钢琴家 反田公平的一篇访问 访问的内容很有趣 所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和一些我个人的感受 其实参赛之前 反田公平在国内已经是薄有名气 甚至有他自己的Orchestra 叫做Japan National Orchestra 事实上他参赛的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可以令到他自己的乐队更上一层流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 他觉得要在个人的层面上 打响的名堂 才可以令到国际的乐坛 认识他自己的乐队 而为了他参赛 他又做了很多的准备 其中一个我觉得很夸张的 就是他将前两届 所有参赛者的演奏曲目 将行分析 有四千首的歌曲乐曲 他说是做一个数位化的处理 希望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策略 令到他可以更加好地准备这个比赛 比较可惜的就是 其实他的访问就没有什么 说到他究竟分析的方法是怎么样 或者分析出来的结果大概是怎么样 那访问就没有什么说到 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 但无论如何呢 他说到他自己参赛的时候 第一轮的评审 其实那个倾向他都十五十六 不是太把握到的 因为每一届的评审 那个combination都是不同的 所以过往的一些只可以作为的参考 但他说到了 当他成功去到第二圈的时候 他就发现那个倾向其实挺明显的 一是就是一些个人性格很突出的演奏 就能够晉升下一圈 或者就是一些非常正统的一些演奏方法 是能够得到评审的青睐 所以他就说到这个时候他就发觉 他以前跟的一个波兰老师的意见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从这个老师身上 学到很多所谓的 蕭邦正统的演奏规则 除了音乐之外 他说到自己在外形上 其实都是有一些的心思 原来就说他很多的外媒 其实都形容他是留有一个无视头的 其实那时候他留了一条鞭子 就是这样的 他说原来在这个社交媒体的年代 他都知道外形都是要留一些深思在里面的 所以他特意留长了头发和刘子 尤其是在整个蕭邦钢琴比赛 所以全程都是有YouTube网上直播的 所以他说到的外形 就算可能在评审之中 不是计分 但是在全球观众的眼中 其实的确是很重要的 至少我不记得你的音乐 我也记得你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心思 的确是很细心 除了这个之外 他也说到 他以前听过一个俄国国人家 马斯尔耶夫的演出 他听完之后觉得惊惠天人 觉得对方彈的声率非常厉害 对比之下 他自己的琴音好像很散弱 所以他就决定去健身 他觉得自己的骨架就不能改了 因为马斯尔耶夫是一个很高大的弓架 但是他觉得骨架改不了 但是可以增加自己的肌肉 他就希望透过增肌 令到他的琴音可以更大声 去到决赛的话 跟乐队一起弹的时候 可以平分秋色 结果他也顺利去到最后一圈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增肌 其实对他的比赛是有帮助的 看完这篇访问之后 我的确是可以说太开眼界了 因为平时也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去了解一个江林家 如何为了一个这么重要的比赛去避战 而实际上他的避战也挺夸张 我没想到原来要分析成四千手的演奏方式 或者这个真的是日本人才能做到 可能是日本人的性格 另外就是对外形的关注 亦可以反映到在当代的网络年代 雖然和谈起没什么直接关系 但也已经成为了不得不考虑的要素 留在当今的乐坛之中 我已经把这篇有趣的访问连结放在下面 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进去看看 我相信大家都会大开眼界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如果大家希望想听到更多的分享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了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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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